今天是7月22號 然後終於輪到我要打疫苗的今天 我已經來到診所附近了 然後我進約 這是我住的附近的診所 40小兒科 我進約10點半 現在看起來人還好 平常這邊外面都超多人 像這樣 好趕快去掛號看一下怎麼打針吧 Go Go 很多人在牌 那我問你一下 你平常發生會不會過敏 不會 吃藥會過敏嗎 吃藥也不會 那如果沒有不舒服 我們今天就要打囉 好 那我們目前打的是AZ的第一劑 好了 你們被打了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你看 上場嗎 可以可以 酸酸的 很奇怪 年輕人都很想笑 很想笑 很想笑 是一般人不會嗎 一般比較 好 好 越年輕越有感覺 完蛋了 明天如果有上場 回家休息就可以了 好 謝謝醫生 好了 我打完了 其實打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就是酸酸的 然後我已經完成我的疫苗接種 好 那我們 休息15分鐘 才可以離開 所以我這邊先坐一下 OK 買完 早餐 我現在準備去買個 普拿塵 因為 家裡 存量不足 然後又很怕我接下來可能頭痛啊 發燥什麼 所以我們去 買個普拿塵吧 打完了 我打完疫苗了 你看 這邊 那我剛剛打了疫苗的過程 其實打下去的瞬間是有點痠痛 但是到現在 其實身體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也沒有特別感覺 那 打真的這個位置 是有一點點痠痠的啊 所以他叫我不要大力去壓 然後可以做一些冰敷 那我是打AZ的疫苗 那不是莫德納 所以沒有莫德納的手臂 那繼續觀察 我準備回家 感覺一下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再陸續影片 繼續跟大家分享 現在是1點50分 已經打疫苗過了三個多小時 然後我來量一下我現在的體溫多少 36.7 所以體溫還算正常 然後我現在自己的身體感覺 其實跟平常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點感覺身體 比較燥熱一點 稍微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一樣 就打針的這個位置啊 會比較痠痛 現在是4點半 下午4點半 距離我們打疫苗已經過了6個小時 所以應該已經進入就是大家常說的 6到8個小時後 開始會有些症狀 來量一下體溫 36.6 我現在體溫 沒有剛剛那種 就是稍微熱熱的感覺 可能我冷氣開得比較強一點 然後有吹電風扇 所以沒有這麼 很悶熱的感覺 那目前為止過了6個小時 身體沒有任何異狀 所以繼續感受 然後我今天工作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但是 蠻想運動的 可是很怕身體可能會不舒服 所以今天就不運動 就 稍微躺一下 休息一下看個書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6點半 已經過了8個小時 然後邊看那個PLG選秀 邊來量體溫 目前身體感覺開始有點熱熱的感覺 然後 已經開始微微發燒了 38.1 所以其實過了8個小時 好像已經開始陸續有一些身體比較熱的感覺 然後 我現在就是 多喝水 然後吃 維他命C 還有多喝運動飲料 希望可以讓他就是代謝快一點 繼續喝水 37.9 所以其實一直在這個 發燒邊緣 我們就在觀察看看 然後 準備來吃晚餐 我的晚餐來了 義大利麵 開吃 我剛剛量完體溫大概是 平均都37.8 37.9 甚至有時候到38 我身體是就有點疲倦疲倦的感覺 但還是要正常吃好不好 保持身體健康 應該反應不會這麼激烈吧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吃晚餐 38.1 現在是8點半 我已經持續發燒了 應該一個多小時了 然後 覺得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吃了一顆普拿疼 但是吃完之後 大概過了三四十分鐘 其實體溫有稍微下降 因為我剛剛一度都有燒到38.5度左右 現在已經是過了 打疫苗之後的第十個小時 所以身體已經開始進入一些 我覺得比較開始會有反應的狀況 所以繼續觀察 希望晚上可以好好的睡過今晚 我覺得開始已經頭暈暈的 然後會有一些發燒的 手腳開始覺得很沉重 然後打針的部位還是持續很痠痛 繼續觀察 38.6度 現在9點半 準備去洗澡 然後睡覺了 想說早點休息 可能身體的狀況會好一點 希望睡得著 還是去洗澡 今天是晚上的十點 洗完澡我們會睡覺 今天洗澡有點冷 因為剛剛的溫度已經燒到 38點多度 你看我的手 都是雞皮疙瘩 可以洗幾塊睡覺 目前已經是打了疫苗過後的第十二個小時 38.4度 目前10點49分 進入睡覺時間 希望我可以交到天亮 晚安 晚安 現在時間3點 3點43分 睡到好冷喔 一直醒來 量一下體溫 38.6 38.5 38.5 38.6 30 現在是晚上的凌晨3點半 我睡到覺得很冷 一直醒來 所以我決定現在再吃一顆普拿騰 然後再睡睡看 就是我 打疫苗到現在以來 第17個小時 吃了第三顆普拿騰 而且距離我上一次 醒來 真的才過了一個小時 我怎麼覺得 好像沒有睡著 但是又醒來了 第二次 第三顆 好吧 繼續睡覺 啊 現在5點10分 怎麼又醒了 38度 38.0 好熱喔 我剛剛是冷醒 然後吃了一顆藥 大概哭了一個小時 現在是全身都在流汗 打疫苗 第19個小時 開始冒汗 稍微降溫 晚安 早安 酒店了 量一下體溫 38.4 還是有一點發燒 可是我記得 記得我剛 上一次醒來到現在這次好像 睡得蠻好的 直接一次就到早上 前面已經不間斷了一個小時就醒來一次 然後 這次終於可以一次睡到超過兩個小時 應該有超過三個小時 現在是早上的9點 距離 打完疫苗已經過了 快23個小時 目前身體狀況 好像 頭有點暈 然後 還是微微的發燒 其他好像沒有特別感覺 就是有點像小感冒 身體有點疲倦這樣 泡好咖啡了 可以準備開始 今天的工作了 先吃早餐 38.1 38.0 目前體溫 大概在這個區間 但是已經過了打疫苗 大概是24小時之後了 然後我在 第10到12個小時之後 就開始不斷的發燒 到現在 已經持續大概10個小時 體溫都大概維持在38度左右 但是我覺得 頭開始還是有點痛了 然後吃完早餐 現在沒有空腹的狀況 應該可以吃個普拿屯 已經是第4顆了 然後 多喝水 繼續觀察一下 第一次在這麼短時間 吃這麼多顆普拿屯 現在是下午的3點15分 已經打完疫苗 經過了29個小時 然後 其實 剛剛 可能我早上有吃一顆普拿屯 所以有稍微降溫 但是過一陣子 我剛出去寄個東西 吃個午餐回來 體溫又開始上升了 現在是38.3度 所以我決定 吃一下 打疫苗以來的 第5顆普拿疯 已經 距離三次吃也超過 四到六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現在吃應該還好 吃完 準備去睡一下 不然 又開始發燒 然後頭開始有點暈 三六八 三六七 我已經洗完澡了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10點半 已經過了打完疫苗之後的第36個小時 其實我自從下午三四點開始 就是有點反覆發燒 但是到晚上六七點後 就已經完全好轉 所以其實預計 可能是26到28小時之後 我自己就已經沒什麼症狀了 也沒有頭暈 然後 體溫也下降到正常了 那 以上這支影片呢 就是紀錄我在打完疫苗以來 到現在的一些過程 我自己覺得 身體反應沒有到非常的劇烈 當然有發燒 然後半夜醒來了很多次 然後 喝了很多水 然後也吃了五顆普拿疼 那頭其實是持續有那種脹脹痛痛的感覺 但沒有到非常非常的不適 是有點像小感冒還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我也蠻幸運沒有有些人說的那種身體 像骨頭被車撞到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是沒有啦 就是單純只有發燒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在打完A第一秒的體驗啦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